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就很好奇什么叫优势思维 好 简单讲一下 我觉得从小到大以我们教育啊 你不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是哪一个科目不好 我们就去补习补哪一科 嗯 没错 但是其实大家长大然后进职场就会发现 其实我们根本不可能也不需要面面举到 那如果我们把我们每个人的时间都有限 如果我们把我们这些有限的时间都投入在我们更有优势的事情上面 其实我们一定是能够做得更好 然后更开心 这就是会变成一个正向的循环 那其实职场本来也是一个大家共同合作的一个环境嘛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用一种优势思维的概念来看待我们每一个选择的话 其实我觉得自己的个人发展跟组织的发展都会越来越好 优势思维啊 如果我们清楚自己的优缺点 我们就可以去善用它 隐恶扬善懂得长拙 长拙 我觉得那个拙这件事情 我觉得很多人都很在意 但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 每一个人都一定有优缺点 这个应该是大家都肯定的一个答案嘛 可是缺点在有些时候它会变缺点 但有些时候其实它不影响我们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中性的存在啊 当我们在讲优势跟劣势的时候 它一定在对应一个情境 那我们在每一个情境 然后不同的环境里面 我们可能会相对的有优势 或者相对的有弱势 我举个例子很简单 譬如说我们讲身材好了 高大跟瘦弱 那我们讲体育竞赛里面 到底哪一个会比较有优势 其实很难说 因为也要看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比赛啊 没错 所以你看如果我们要打那种美式足球 那我们当然要撞一点 会比较有优势 但如果今天我们比的是体操这种 那我们的柔软度 我们身材纤细 其实是更有优势的 所以当然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每一个人的特色 但是重点是 我们要去选择什么赛道 然后让我们的优势能够彰显出来 这是这本书蛮想要带大家找到的 那这个优势不是一个固定的样貌 而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 所以在出这本书之前啊 其实刚跟Grace有稍微聊天了一下 你在出书之前 其实你已经协助将近五千人 去找到自己的优势 没错 跟职业方向 那你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 让他们去找到职业的方向呢 我们其实 我是Between Goals 这个职业服务平台的创办人 那我们创办这一个平台 已经八年多 可能快九年了 那我们在这个路上其实就有办很多的课程啊 不管是线上课程 线下课程 或是一对一咨询的服务 透过这些不同的课程跟服务 我们就协助了很多同学 那其实也真的发现在职场上面 大家遇到的问题百百种 可能譬如说有他要找方向啊 他要转职啊 履历啊 面试啊 等等的就是超级多 职场人际关系啊 但其实我觉得最大宗最大宗的问题 就是雀缘方向 我不知道我下一步该往哪里去 这个时候其实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回来看自己的优势在哪里 因为当你能够清楚自己的优势 你会看到那个方向 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优势跟你所在的环境 跟你选择的赛道有关 所以当你能够掌握你自己的 比较像本质 你的特色特质在哪里 你更会清楚的去判断说 这个ABC 三个工作 或是三个方向 到底哪一个才是我比较有优势 其实呢我昨天有做了一下书中里面提供给大家的测验 找出你的隐藏优势 线上测验 我做完测验以后发现说 其实跟我的人生不谋而合 真的假的 真的因为其实我原本没有想过 我会走上传播这条路 我从小到大 我的梦想就是可以成为一个表演者 可以成为一个演员 但是我的家人非常反对 然后我的老师就觉得 你的口说非常好 然后你的声音非常好 你的台风非常稳 你很适合走传播这条路 因为你讲话有条有理 然后我就阴错阳差 就是家人也不反对 然后我想说 那就试试看吧 就念的传播 然后我就读了传播了 所以我就进入了这一行 但是我就发现说 一开始可以担任记者 可以去挖掘一些新鲜不一样的事物啊 就跟我做了这个测验以后 出来的理性思考 这样完全对应上了 我觉得很酷 因为我们在设计这个测验的时候 其实就是因为 我们刚才没有提到服务很多人嘛 然后就会发现大家在 个性表现 然后或者是他们的 有点像天赋 天生有一些特质 会跟他们的工作真的很有关系 然后如果他知道自己的特质在哪里 他发挥在某个地方 我们在讲优势 其实他要累积起来 会有三个要件 一个是他擅长 因为没有人会喜欢做自己不擅长的事 因为他会一直很挫折嘛 所以像志源这样子 他其实从小就有发现自己 在哪一个地方是相较比较强的 那这其实就是擅长的东西 再加上他越做越擅长 然后他就会觉得 自己会很开心 他就会变得喜欢这件事 所以擅长加喜欢 然后再来加上愿意投入时间 当他变成一个愿意投入时间 他也会越来越强 就是三个打造起来 他会变成一个正向的循环 让你更快的累积在某个领域的成就 蛮像你的状态 所以他三大职场的优势解析啊 我做完以后 我都想说 是不是偷听我讲话 AI大数据 还没有了 你是应该是做那个题目一题一题做的 对 然后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神奇 因为我是在大三的时候 因为网络电台 所以我们就要做节目放到网路上嘛 就被地方电台挖角 就说 这个声音不错 那我们早来做加入攻读生 让他播播新闻啊 然后从播新闻开始 做单元节目慢慢的延伸出来 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因为我从小就一直不断在比赛 可是小时候比赛 是因为老师觉得你的口说能力很好 表达能力很强 而且这样很台风稳健 所以就决定说 好 你去参加米南语演讲 你去参加国语演讲 你去参加极其演讲 所以我就一直不断的在演讲 跟比赛的路上 对到你的第二个结果也 对 可是我从小都没有觉得 我热爱竞赛这件事情 可是不断的过程当中 我就会告诉我自己说 其实 就像卡诺电影的一句话 不要想只赢 要想不能输 今天我是代表我的学校 代表我的家人 出战的 所以我就是不能输 就算输也要有运动家精神 这个荣耀感 对 我遇到越强的对手的时候 就会激发我的那一种挑战欲望 就像刚刚Grace有提到的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觉得你有成就感 你会不断的想要去攀升 去挑战自己 赢得胜利的那一刻呢 我觉得是最值得庆祝的 这一个测验真的好神奇 讲到第三点说 我是一个创意奇才 就是打破框架 就是我喜欢在传统保守的形式下 用一些新的方式 或者是新的思维去运作 所以我不会说空有想法 但是我没有做法 所以我觉得这个测验 真的是意外神准 太棒 我好开心 我听到那个v-by好开心 所以其实我们 不然我们来解析一下志源好了 志源的做出来的三个结果 是理性思考加奖杯猎人 跟创意奇才 所以其实这三个特质 就是加在一起的话 我先简单解释一下 这个测验好了 这个测验里面 就是把我们的职场 可能会有的隐藏优势 分成12种 那大家透过这个测验 大概志源应该做的 大概5到10分钟 对不对 差不多 还蛮快的 我们大概45题我记得 然后就可以做出 这12种里面 你比较强的三种 那这三种 其实我们为什么 没有让大家只获得一种 是因为我觉得在不同的环境里面 其实我们会展现出 不同的样貌 我们每个人就不止一种样貌 所以我们让大家 获得你前三名最强的 这种特质角色 志源做出来的理性思考加 他首先就是在 做决定 或在做事情之前 他其实会去探究本质的 就不管你可能在主持节目 或是你在做一个专题的时候 你会去挖掘挖得很深 然后保持好奇心 对可能每一个人 每一个专题 而且在这个挖掘的过程当中 是会带给你乐趣的 这个是理性思考加 然后奖杯猎人呢 是在竞赛当中 你如果有一个挑战的对手 你会燃起你的动力 然后更加的往前 就是刚刚讲的 就是在比赛的时候 会觉得 这个挑战会让你 越越欲视 冲然斗志这样 然后再来第三个 创意起赛 就是去打破框架 所以过去怎么做 对于你来说 参考 可能不是最重要的 你可能会去思考说 那除了现在 这样子的做法之外 还有没有更好的 全新的突破 就对于你来讲 你看《长辈猎人》 跟《创意奇才》 都一直有不断 突破自己的这种特质 而且我非常喜欢 《创意奇才》 里面写到一句话 他说呢 透过自己的见解 作品 专案 传递重要讯息 实现理念 人为自己带来充沛的能量 真的是这样子 因为我每创作一个作品 的固人当中 其实不是因为 我要得这个奖 重点是 我想要让大家明白 跟了解 每一件事情的核心价值 所以它有点 《创意奇才》 加上理性思考家 对 所以有很多的专题 或者是说 很多的分享议题 其实都来自于 我的生活 就是我对生活的那一种 敏锐观察 并不是说 因为今天这个议题 有流量 所以我做了 我会引起 我自己的知名度也好 或者是说 关注度 然后甚至 因为这一个话题 热门 所以得奖 并不是 其实外在就是 bonus啦 对你来说 对不对 我觉得在挑战的过程当中 我自己也觉得 获得很多 我很重视过程 但是结果 只是附带的 有 我很开心 但是没有 我在过程中 我学习了很多 很赞耶 你就是完全在发挥优势 是啊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啊 就可以教大家怎么样 去找到自己的优势 我觉得呢 如果你找到你自己的优势 你可以拥抱真实的自己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如果你找不到 你自己的优势 你就会觉得 自己好像人生都很挫败 好像是一个loser一样 嗯 真的真的 那Grace 从开始到现在 你已经帮助了 至少5000位的工作者 找到了优势 跟职牙的方向 你有什么想要对他们说的吗 我觉得大家有时候在 人生的各种决定里面啊 难免都会觉得 有一点困难嘛 因为尤其是职牙决定 可能进去一间公司 你做这个工作 你可能suppose 就会觉得在这边 我要待一阵子 所以它可能会影响你 一个好几年 当我们做这些职牙决定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困难 是很正常的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 很重大的决定 但当我们做这些决定 也是因为很困难 它很重要 所以我们要好好做 那我有时候会 听到一些同学跟我说 他很急着 想要赶快开始上班 所以他可能就有A跟B 然后或是 甚至他只有一个 A选项的offer 他觉得 我想要赶快开始工作 然后他就去了 他根本没有思考说 那这份工作 有没有办法 有没有办法好好的发挥 他的优势 或是他接下来 在这一个公司 或是这个职位上面的 发展怎么样 其实我会蛮建议大家 如果我们再选 我们自己的工作 我们讲职业 可能会觉得有点远 那我们就想 如果我们再找我们的工作 或是下一步的时候 真的要静下心来 好好分析一下 自己的优势定位 接下来想要发展的方向 当你想透彻了之后 你真的更认识自己了 你就会觉得 你做出来的这个决定 是更踏实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掌握 最大的关键是 自己的优势 你的优势在哪里 然后他可以 你在哪一个赛道上面 是更能够发挥 所以在这本书当中 其实Grace提供了 非常多种的强效工具 跟系统化的步骤 协助大家可以达成 人生重要的三件事 第一个就是探索自己的优势 第二个就是建立 你内在的指南针 第三个就是展开行动 实现理想目标 我觉得这是每个人追求的 所以我们有一本 很棒 很不错的工具书 也许是帮助我们 迎向美好未来的开始 那今天非常高兴 邀请到Grace 来跟我们做介绍 希望大家可以来翻阅 这一本书 优势思维 那今天非常高兴 邀请到Grace 来跟我们做分享 谢谢Grace 谢谢 谢谢 谢谢志愿